美国与中国大陆经过三轮谈判后 最终还是在贸易战场上兵容相见 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 将在7月6号针对中国大陆 1102项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 课征25%的高关税 最终清单锁定中国制造 2025相关产品 包含机器人 汽车 航太等 1102项产品 但不包含手机 电视等 美国人常购买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川普认为中国大陆强迫美国企业 将高科技的专利技术 转移给中国大陆企业 重创美国经济 因此祭出与经济损失等值的 惩罚性关税 不过经济学者认为 这是法律问题 川普没再解决问题 又拖垮美国经济 与此同时 中国大陆宣布将在7月6号 对总值500亿美元的 659项美国进口商品 加征25%关税 国际货币基金警告 川普单方面的贸易政策 阻止全球经济成长 打断全球供应链 最后参与贸易战的国家 将面临双输的局面 大约新闻做不限编译